光影测评 恰饭多了一杯心 我是老谈 先问问大家觉得ND滤镜重不重要 白天出去拍摄的时候因为日光光照强 我们要么选择是光圈 牺牲景深 要么就是上外置的ND滤镜 并且拍风光的时候一般还会加上一个CPL偏镇镜 用来避免掉各种非金属平面的反光 或者让天色更纯净更懒一点 今天我们拿到了一款微故最新出品的VND CPL二合一滤镜 那我们来看看它值不值得入手 第一点肯定就是方便 减光偏镇二合一 只需要安装一个附件就可以进行ND和偏镇两种调节 比起一层一层用镜片跌落汗方便了不少 卡口尺寸在77到82毫米 如果镜头卡口尺寸不合适 可以单独购买转接环 镜片外圈外壳采用的是铝合金的设计 手感真好 双层镜片采用的是单个螺杆控制 把螺杆拧松就可以调节ND档位 把螺杆拧紧就能一键锁子调节CPL角度 转动阻尼控制的也很不错 力度适中 我之前就用过松的不行的 感非常不好 滤镜有两款 分别是两种不同的档位 红圈的档位设计要基础一点 在0.3到1.5之间 也就是一档到五档 蓝色就像进阶版 在0.9到2.1之间 从三档到七档 会更适合天气很好 光照比较强烈的室外使用 为什么需要设计成两种档位设计呢 因为档位如果跨度太大 就会出现实站角 而偏镇镜部分 两个镜片采用的就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先来看看ND部分 和传统单片ND镜 以及相机内置的ND 一档一档的调整不同 可调ND最大的优势 就在它可以通过螺杆 在几个档位距离之间 随意的进行细微调整 档位变化过度还是比较平滑 基本看不出阶梯式的变化 达到无级调整的状态 再来说说CPL部分 偏镇镜是用来消除或减轻 任何非金属表面产生的反射光 用来拍摄有玻璃 水面 车窗的画面特别实用 调整偏镇镜角度来消除偏镇光 就可以得到干净的画面 在摄影中 CPL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法宝 因为摄影记录的是一个瞬间画面 摄影师可以不断的调整角度 来找到一个能够达到 CPL最好效果的位置 但是在视频拍摄中 因为画面内容是不断变化的 就无法保证能完全消除掉 画面中多余的反射光 所以视频拍摄中 最好在固定机位使用 或者在试拍的时候 找到一个CPL角度 比较均衡的状态 现在我们来具体看一看 这款二合一滤镜的实际使用效果 我们在室内室外 分别进行了BND和CPL测试 因为BNPCC 6K Pro中的内置ND 只有两档 四档和六档 三个档位 所以我们分别拍下了 三个内置档位的画面 并记录下了直方图 然后用红色滤镜 拍摄了0.6和1.2档位的画面 用蓝色滤镜 拍摄1.2和1.8档位画面 分别对比直方图的变化 可以看出直方图变化 并不是明显 微固滤镜和6K Pro 内置滤镜的减光量 还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在室内 用透明亚克力板 来模拟玻璃的反攻效果 通过转动偏镜镜 到达合适的角度 基本可以消除80%的反射光 在室外 我们透过车窗 拍摄车内人物 整体来说 CPL在室外使用 也是十分不错的 但是在测试画面中 我们发现 CPL滤镜会对画面 造成一些偏色的现象 这个是偏镜镜 多多少少会带来的问题 需要后期稍微调整一下 或者在前期 就可以调整色温色调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一键三连 我们一起交流 一起进步 下期再会